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59岁男星黄仲坤与导演肖雅全日前为宣传电影范宝德,接受台式台湾名人藏专访,出道多年的黄仲坤,提到演员与导演的关系,他形容导演为处理精湛的总铺师,身为演员的自己则是一道食材,还妙语,说春了我就是一头烛,把自己交给导演,我可以是东坡肉。 也可以是红烧猪脚节目上回顾不少黄仲坤过往歌唱与戏剧画面,主持人侯奈容惊叹,麦可歌保持得超好。 他笑称,好汉不提当年勇,但看到这些会觉得我的一生蛮精彩。 学生时期曾是学霸的黄仲坤,对语言有很深的琢磨与喜爱,他表示以前不觉得比乔治克隆尼、理查吉尔逊色, 如果我把语言准备好了,到好莱坞演戏不是不可能的事,大家不用太惊讶。 导演肖雅全美会推出新作,总会获得回想与国际影展肯定,他自认有感觉良好的时候,表示,因为我很努力做。 但随后也会告诉自己,不能把外在肯定当成自我评论依据,绝对会有得失心,会愤怒,但年纪到了,会叫自己,够了,往前走吧。 节目于今天晚间十点台式新闻台播出。 黄仲坤,又,与导演肖雅全接受台湾名人堂专访。 台式提供,黄仲坤,又,与导演肖雅全,左,接受台湾名人堂侯奈容专访。 台式提供。 提供,倒下。